师父我们将以下时间带到恩主的面前 我们求主你真是帮助我们 在你的面前我们明白 我们人生当中不单止领受 也要私语 当我们享有的时候 教导我们懂得分享 当我们拥有的时候 帮助我们能够给有需要的人 他们的需要 去满足人家的需要 我们将以下这一段圣经带到主的面前 求主你也帮助我们 带你以下时间奉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就是做童子军 有没有人是童子军的 有没有人做过童子军 只有一个而已 两个 你第几女 我是第十六女 第十六女 那是很久了 四十几年前 童子军有句话是什么 你不是童子军 为什么你讲得这么快 很多人向你行善 日行一善 我们经常都说日行一善 童子军的精神 有时晚上睡觉 想起今天还没日行一善 怎么办呢 我走到妹妹的床上跟她说你很漂亮 日行一善 去睡觉 其实行善是一件好事 中国人经常有句话说 冤冤相报何时了 其实善恨要常恨 不要停 我还是觉得是的 冤冤相报何时了 有时人要报仇 常常不断不断不断的记住 不断的冤冤相报 但我觉得行善是一件好事 人不断行善 你要发现 不是善有善报 而是善事有善事的影响 当你对一个人好 他又会对人好 不断的循环 这个善事的循环 也是非常之好的 其实今天我在祖堂崇拜 我在城北的粤语堂 应该是王志强传道 对不对 他就说了 他就说了感恩节 我也提到 有提到那个shoe box 拍了一些片段 有一句说话 其实有一个观念 我感觉到 我觉得今天对我很大帮助提醒 就是一个人蒙恩 感恩节 不只是数算恩典 感恩节 我们要学习私语 感恩节 不只是领受恩典 感恩节 是要学习去分享恩典 感恩节 应该是一个恩典的传承 这种的精神 感恩节 不是去拥有 感恩节 是要去私语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 很多时候 你都知道 我不知道是否 我不知道是否有记错 如果有记错 你告诉我 在丹坦有一个 叫三层楼 On the set 有没有人知道 是不是每一年感恩节 都会派火鸡 对不对 告诉你 我都去排队 不过已经是差不多 35年前的事 我们当时住在丹坦 是很虚陷的 我都很喜欢去On the set 因为它是平民的商店 买很多便宜的东西 我都知道 为什么它会卖那个建筑 每一年都会派火鸡 这是一个很好的动作 很好的一件行为 所以刚才我再说 感恩节 不只是拥有 是要私语 其实人生最重要 不是你拥有多少 而是你能够分享多少 人最好的不是你拥有多少 而是你能够分享多少 我这件事很重要 今天提到就是行善的动机和赏赐 行善的动机和赏赐 这是灯山部分其中一份 我想经文未必会打出来 但我想大家看 你有圣经跟我一起看圣经 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圣经里面有两篇 耶稣最重要最重要的讲道 第一篇 就是耶稣传道开始的时候 灯山补分 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 第二篇 就是耶稣传道结束之前 就是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三章的圣经 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 称之为灯山补分 约翰福音第十四十五十六 称之为临别赈言 一个是传道开始的时候 一个是传道结束的时候 这两篇 都是最长的讲道 也是非常重要的讲道 一个是提到你进入天国 成为天国子民的时候 你的品格 你的行为 你的要求应该是怎样 一个是提到作为天国的士兵 你要去传福音 你怎样去传福音 你靠什么 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造光造业 前面是提到要求 后面是提到方法 或者一些具备的条件 所以这两篇讲道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看到《马达福音》的时候 第五章我尝试和大家分断到第六章三十四节 第五章和第六章 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 说到大家很出名的叫八幅 对不对?八幅 五章一节十二节提到基督徒和自己 基督徒本身的操守 他的品格应该是怎样的 接着五章十三节到五章第十六节 就是提到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 里面有句话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 是世上的盐 是不是? 所以是提到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第三段十七节开始 去到四十八节 提到基督徒和律法的关系 里面说到一开始提到耶稣说 不要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们是要成全 后面提到二十一节开始说 听见古人讲一些律法的东西 但我告诉你他的意思是什么 一直这样下去 然后去到四十八节 然后去到第六章的时候 一至三十四节 来到基督徒和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呢? 第六章分开两段 第一段是一至十八节 第二段是十九至三十四节 一至十八节提到基督徒的宗教生活 而在第十九到三十四节 就是提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所以这次和大家开始看 就是第一段的生活 就是第六章第一节 到第四节 或者第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 调到基督徒的宗教生活 在这一段当中大家分一分 一至十八节 是分开有成可以分四段的 第六章第一节是一个人言 那里怎么说呢? 他说你们要小心 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如果是这样 就不能得到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说到善事 善事 善这个字 或者善事 英文叫做 act of righteousness 意思就是 对的东西 应该做的东西 正确的东西 而善这个字 跟第五章二十节 说完这句话之后 下面第二节十八节分开另外三段 就举了三个例子 你留意第六章第二节 开始用一个字 用什么字开始? 看不到 第二节 是吗? 是不是在看马拉丰第六章? 第二节用什么字开始? 所以 是吗? 第一节说 有一个基本的隐言 他说要小心一点 你们做好事 不要做在人的面前 故意给他们看见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得不到天父的赏赐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 第二节就说了 所以 你们施舍的时候 不要怎样 第五节 你们讨过的时候 不要怎样 然后十六节说 你们金色的时候 不要怎样 是不是? 说了三次 既然你不应该 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让人看见 所以有三个提醒 举了三个例子 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行善 如何行神眼中 看为正的事 第一个例子 第二节到第四节 是施舍的例子 第二个是第五到十五节 是讨告的例子 第三个十六节 十八节 就是禁食的例子 在这三段的例子里面 三个的经文当中 有四样东西是重复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故意 第二样东西就是将那假无为善的人 第三就是你负在暗中插汉 必然报答 第三就是你负在暗中插汉 必然报答 第三就是你负在暗中插汉 必然报答 第三就是你负在暗中插汉 第四就是你负在暗中插汉 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赏赏 故意 这个意思 故意 你可以翻译为了 所以这里说 比如第一节说 行在人的面前 为了叫他们看见 或者下面说 你人在会堂里街道上所行的 为了的人的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赏 意思就是这个是他的目的 行善的目的 就是怕死无人知道 做好事怕死无人知道 我做了这件好事 第二样东西他有提的就是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什么意思呢? 有两个意思 其实假冒为善这个字 假冒为善 这个字有点说是演戏的演员 两个意思是什么? 一个就是说 他没有做好他的角色 这个人假冒为善 他应该这样做 做不好 以前我也是画剧社 我也有参加画剧社 无论是在社区或者学校 我都很重要是演戏 但其实我不是很懂得演戏 你们觉不觉? 我真的不是很懂得演戏 所以后来做了剧舞就没有演戏 为什么呢? 导演说 因为你不懂得演戏 你不入戏 你演这个角色演得不好 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 你应该是一个演戏的演员 但是你没有演好你的角色 你没有演好你的角色 第二样东西就是 什么叫没有演好你的角色? 你行善是不应该这样的 但是你这样的话就不对 第二样就是 你好像演员扮演一个角色 不是他真的这样的 很少演员真的会演自己 很少 很少 所以你看到意思就是 第一你做不好 第二你办不到 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加拉提书》第二章十三节 《加拉提书》第二章十三节 提到有一个人 我们广东话就容易讲 国语应该没有 扮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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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十三节 那里提到 保罗去到安提亚 接着看到基法就是彼得 十三节就说 其余的犹太人 前面说到他因为怕奉国礼的人 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 其余犹太人跟他一起装架 甚至连巴拿巴也除火装架 扮演员 他们应该不是这样的 就是刚才说的 他应该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做了这样 他演不到他应该演的角色 他做不到他应该做的角色 他演的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做错了 另外《路加20章20节》 《路加福音20章20节》 那里又说 他说有一群人是民事和祭司长 他们不喜欢耶稣 于是他就派一些人 《路加2020节》 于是规探耶稣 打法奸细装作好人 要在他话上得把柄 好将他交急巡护的政权之下 所以他派了一群人 扮好人 这个就是假冒为善 他去扮 他不是真的好人 他是扮好人 所以假冒为善意思 他不是真的这么好心 他只不过是想人称赞 他不是真是所谓 不是这么好死 不过他懒惠 懒慨 希望别人欣赏他 不知我见过 在中国大陆 筹款 真的很夸张 整个箱子推出来 你承搭钱 扔下去 又宣布是什么公司 承舊扔下去 是荒死没人知道 是一定要人知道 一定要人知道 假冒为善 接着又提到你负在暗中拆汗 意思就是暗中不是黑暗的意思 不是说我们的神躲起来 暗中意思就是人看不到 但是神看到的意思 我们今天跟大家看两点 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施舍 还是不施舍 施舍还是不施舍 施舍这个字 其实我觉得翻译来说 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太好 你说施舍可能就会好些 施舍就好像给一些很穷很穷的人 施舍在当时来说 是一种宗教的表现 所以刚才我说这叫宗教生活 为什么呢? 犹太人当中 当你说施舍给有需要的人 是表示你替神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因为神往往会藉着人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当以色列人是埃及 要出埃及的时候 圣经说他听见百姓的呼声 于是就呼召摩西 当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欺负的时候 神会呼召不同的事师 好像基电 好像底波拉那些 来拯救以色列人 神会用人去帮助 需要解脱 需要有需要的人 神是会用人的 所以施语这个动作 施语这个行动 是一种宗教的表现 代表他代表神 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代表神施语给这些人 不过透过我们去做这件事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件事 有人帮我们做了这件事 我回了一个电邮 我就说 神是透过你和我 去完成他的工作 让这些人得到帮助 让这些人得到帮助 所以施语是一种宗教的行动 宗教的行动 神给我们有多的时候 是要去帮有需要的人 神给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是帮那些没有能力的人 有时常常我们想想 我有时听过 有看一本书叫做 《张晓峰写的安全感》 不知道我看过 他见到有人有不幸的时候 他说他不是他 他说有些人是这样 见到有人不幸的时候 就慶幸自己不是那个人 就有些安全感 有没有试过开车超速 见到有警车抄了某一架车的牌子 在旁边闪着灯 你经过的时候很开心 因为他没有时间抄我 是不是 这些安全感 其实我也试过 不是很多 但是也试过 幸好警车抄了他 真的好了 有时候神给你有好的 给你有多的时候 你要明白神给你有个原因 以至于去帮那些没有的人 以你帮有需要的人 不是慶幸你不是像他那样 不是慶幸你比他能力 不是慶幸你比他多 而是神给你多 你要想 刚才我开始说 感恩节 不是来夸口我拿了多少恩典 感恩节 是要想想我可以怎么施予神给我的恩典 我自己做事有四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别人能够做的事 我不能够做的事 我一定不做 第二个就是 别人能够做的事 我也能够做的事 我都不做 让他做 第三个就是 别人不能够做的事 我能够做的事 我一定做 第四个就是 别人不能够做 我也不能够做 大家都不要做 勉强没有幸福 你记住有一句说话里面很重要 就是 别人不能够做 我能够做 我一定要去做 神给我的时候 神给我的时候 不是叫你夸口 我给他做的事 我做到 而是我要去帮他 我要去帮他 我结婚到今年是25年 刚刚那25周年 我很记得有时候我太太也跟我说 他说 他说 为什么你结婚这么久也学不懂 为什么煮菜也煮得这么差 煲汤也不懂 我试过煮什么 不知道 裸片 腹皮 我竟然可以整块腹皮铺起面 又不是烤汤 又不是烤汤 他说你怎么煮 这么多年都煮不到 你怎么做 真的这么没用 我就弹了他给我老婆 所以我就娶了你 因为你可以的 我不行 那你帮我 反正我都跟他说 好像我太太常常说 为什么什么都在你手上弄坏 剪草机也是你弄坏 铲雪机也是你弄坏 什么都是你弄坏 我说因为只有我用 那当然是我弄坏的 不会是你弄坏的 这些东西是我做到的 你做不到的 是不是 剪草剪到淺草机也会弄坏 只有我做到 因为他连拉的东西也不动 是不是 所以你有东西不行 我有东西不行 我不行 我帮你 你不行 我帮你 你不行 我帮你 我不行你帮我 对不对 神比我多 我大大只只可以剪草 就不要勉强我老婆去剪草 我大大只只可以剪草 就是你去剪草 我大大比较细心 对事情比较能够做得好的 她就去煲汤 昨天就煲了汤 是不是 我煲汤就不行 真的 我不懂 我不懂讲究这些东西 没有兴趣 不留意 但对其他东西我就很有兴趣 所以你有 别人没有你要给 你不是说我有 我有 感谢神 我有 你要去给 有人没有的时候 你要帮他 这个才是应该有的态度 生活当中 神给我们有余 有多的时候 不是给我们夸口 是给我们去施 很多时候人们只是看我拥有多少 但没想到别人没有多少 我常常问一些弟兄姊妹 到底穷人奉献难 还是有钱人奉献难 你觉得哪些人奉献难 有钱人奉献难 对了 他举起了两个手指 两样都能 对不对 其实奉献 肯奉献肯帮人 不是在乎你有多好 又不是在乎你有多多 是在乎你有多有心 对不对 有些人没有的 但是他很愿意 我认识有些人 很有的 他也很愿意 其实多少不是问题 是你肯不肯的问题 我认识香港 我参加了一个弟兄会 大家一起吃饭 我还记得起YMCA 订了两围 用了一间房 大家在这里聊 全部都是做生意的 除了我之外 那个弟兄 是律师来的 就请我去 他一起来一起吃饭 全部都是做生意的 走大陆的 因为他知道我做中国事工 大家一起聊聊天 那我就去 我很少认酬 但这次我也去 听他们谈 全部都是基督徒 而且我听完后 是挺好的基督徒 他们说我们去做生意 不只是做生意的 因为里面做生意的 都是中上层的人 有时候一般他们都不去教会 但是做生意的时候 他一定会跟我们接触 一定会跟我们吃饭 一定会跟我们聊天 一定会跟他们打交道 在这些打交道过程当中 我们跟他们传福音 他们就说一说一说 有些人就说 其实这班人很难传 刀枪不入 很难有个话题插进去 我也试过 有一次对着四个男士 四个男士不是男士 他们一直在说打高尔 我到今天都没打过一场高尔 我坐在那里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他们的太太就叫我 徐先生 你信耶稣的 你跟他们说耶稣 让他们生性一点 不要出去所谓花天酒地 喝到醉了 你出去吧 真的约了 就带我去那里坐 四个人对着我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很难我跟他们聊 真的我也同意 真的不容易 很难跟这班人说耶稣 其中有一个很健碩的弟兄 我想他也有六尺 很健碩 很健碩 不是多少的问题 是你肯不肯的问题 你肯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施语 你不肯的时候 什么都不可以施语 我经常觉得施语这件事 其实不只是金钱的问题 我经常觉得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 真的 我认识我女儿有个同学 是很有钱的 她说她女儿生日送的标是六千元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标 这个六千元 我带着这只我妻子送给我生日 我已经觉得很漂亮 在eBay买的八十元 是什么 是保鲁华 六千元是什么 但我都跟我说 她说她女儿不开心 不开心 原来不只是钱 私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 你有没有看过广告 不应该说master card 是信用卡 她说很多东西 钱买不到 其他的 你可以用我这张信用卡 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 那些小孩子 第一步开始走路 那些录影带 这些钱买不到 很多东西 私业不只是给钱 有时候你知道 人我觉得还需要的呢 我在城北华基国语堂 讲副子营 有时候 你和小孩子一起 你不一定和他一起 因为人在心不在 你那个company present不一定是keep company 所以你的同在 是钱都买不到 真的钱都买不到 有些人真的很孤单 需要有人和他一起 keep他company 陪他 这种陪呢 亦是一种的思维 有些人是需要你的关怀 你的关心 你的问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问候过你 有很多人真的很久很久没有问候了 已经 真的很久没有人问候你最近 有些人需要问候 有些人很需要聆听 我真的发现这件事是很努力的 如果你肯听人说话 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这件事 我都试过给人电话 对方没什么做 他只是听我说话而已 我说了些问题 然后他问我 他说他没有答案 我说我知道 我是想说而已 我是知道没有答案 聆听这些都是诗语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肯不肯诗语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我去看针研书第三章二十七节 针研书第三章二十七节 针研书三章二十七节 是的 他怎么说呢 找到吗 找到一起读 好吗 针研书三章二十七节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你能够有力量的 你就去施行 你就去施语 有需要的人 你就施语给他 神祈愿我们去顾念别人的需要 祈愿我们这样做 祈愿我们这样做 要顾念别人 要顾念别人的需要 我记得我自己读神学的时候 两件事我印象很深到今天 我毕业了已经很多年了 我是八七年毕业的 二十六年了 我记得我初读神学的时候 其实经济不是那么好 所以也有困难的 我很记得有个老弟兄 其实是个老牧师 他久不久三四个月就会给个信封 第一次我不知道什么 多给一两次就知道了 里面也是有一百元 给了我好几次 我没有数过 大概四五次 每一年都有 到我最后那个年左右 每一次都有一百元给我 他经常跟我说 徐弟兄好好读书 他又没有说给你一封雷势 也不是这样 他知道我有需要 他就给我 我很感激他 我觉得从来没有人问 我读四年神学 因为我三年半 最后那年是全时间实习 四年神学里面 没有什么人问 最近我遇到一位传道人 都有跟他说 我就问他 他很有趣的 他也是跑大陆 我问他 我问某某人 其实你哪里拿支持 你够不够 他很快跟我说 他说 从来没有人问我 有没有需要 其实很好 这家宣教州 什么宣教士呢 我在帮宣教士说话 你不要经常等我们问你们 你们有时问我们 我们经常电话打来 没有人问 有什么需要 没有的很少 真的很少 我已经做了25年了 很少好事 你主动打他 可能会吓死他 从来没有人问 问一下 主动的私语是一件好事 是一件好事 所以希望大家尝试这样做 就是帮一下这些人 给他有支持 给他有鼓励 帮助他们是一件好事 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 其实不容易的读神学 你知不知道 读完之后 最难有时教会实责 其中一样的实责就是广道 其实自己也不太懂 听到就懂 广道就不太懂 第一次在教会广道 我就学一个人叫唐崇荣 因为很欣赏他 觉得他广道很聪明 我想学他 特意又要求教会 教会从来没试过 那次他给我 放在黑板的广道上 就学别人 你们懂不懂唐崇荣 唐崇荣 牧师 很喜欢画一下东西 我就学他在画东西 很聪明 其实下面的人看着我 我没有说摇头 眼光光 你这里搞什么 你姓崇荣 你姓崇荣 你是香港人 不是印尼人 我就学他 学完之后 就下来 以为自己也挺聪明 也有点像他 下来有个执事 跟我说 他说 随地轻人 你讲道就你讲道 你不要假扮唐牧师讲道 那就会好些 原来就变成假冒为善 因为又假扮得不像 完了之后 我就想着死了 这次 执事跟我说 今次玩完了 幸好原来他还让我说 教会还让我说 我就记得这件事情 这个是什么思念 这个是机会 他给我机会 我继续说 真的 如果歌词不是的话 你这样的话 封了你以后没得说 我想我今天也不会讲道 但是多谢那时候 真的帝兄姊妹看到 我是被雕像雕像的一个艺术品 这件事还没弄完 所以你看不明白 你继续等下 就会出来 就会出来 前段我和我家 就车我儿子回去大学 我们看到有些建筑物 在装修当中 我经过一个建筑物 就和我儿子说 我说这座楼很肉酸 真的很噁心 我儿子跟我说 It is not ugly 他说不是丑 他说It is under construction 他说在这里装修 是不是 还没装修完 你给他一些时间 他说 It will be beautiful but not now 这句话对我很大提醒 我都和我儿子说 Yes You are not ugly You are under construction 你给了很多东西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You are under construction 我知道 OK 这个包容很重要 是不是施语 是一种施语 你知道吗 真的 不只是前菜商 也很多时候是在那种关心 那种支持 那种鼓励 其实今天很需要 我盼望今天崇拜之后 大家有机会 感恩节做一下这些事情 想想有没有人 他真的很灰心 或者他需要鼓励 有些人可能最近 做错了一件事 做错了一件事 你提醒他 你帮他 或者有些人某方面真的有需要的 有缺乏的 你给他 如果你能够给的时候 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去给他 你去施语给他 所以第一件事要说 就是施语 不施语 就是要问你肯不肯 你肯的时候 外面有无数的人 等于我们 真的太多了 无数的人等于我们 我们有一次在朋友家看电视 看看有一个频道 我不知道叫做 是世界宣明会 拍一些东西 旁边有个女士坐在那里 转转转转转 我不想看 为什么你不想看 我不想知道 她有什么需要 我不想看 真的你肯去看 在教会内外 也有很多人的需要 你真的肯分享你的恩典 有很多机会 真的很多 你试一下 我的手机在下面 你拿这个手机出来 不用给我 你拿这个手机出来 你继续你的名单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其实是有需要的 不过有时候 你禁止他 禁止他 你还需要禁止他 这个人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我不想认识他 我不想知道他有需要 免得犯了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 是糟了 真的不想有感动 不想有感动 真的不要这样 我知道我们教会 华基联会 正在支持百多个宣教士 你们看那个名单 你们会看到很多很多东西 有些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做什么 有些人我们都不关心他做什么 我们不要关心他有没有需要 告诉你 宣教士真的挺孤单的 前半天刚刚中秋节 有一次我中秋节 去讲宣教联会 他们很好的教会 他们很关心宣教士 他们把宣教士的照片 一张一张打出来 打完之后我都很感动 我说这是中秋节 这帮宣教士 他们在外面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为宣教 我说我们在家吃月饼 大家一起吃饭 很开心 外面叫个四和菜 叫个三和菜 做个片皮夹龙虾餐 很高兴 宣教士在不同的地方 在路虎奔跑 我说你们肯不肯纪念一下他 肯不肯纪念一下他 不要当他们没到 不肯纪念一下他的名字 你每一会儿整张都剩下 你真的帮他祈祷才可以帮他 真的 有时我每一年收到 华基联会寄给我的代讨名单 我是很开心的 有这么多人帮我祈祷 去年少了很多 我就写个email给伊斯伯拉 我问 什么事 真的 我有时久不久会寄给一些人 一些代讨事项 如果你有帮我祈祷 去年你是名单上有 你会收到我的代讨信 我会告诉你 因为我们很需要知道 有人纪念我们 我们没有求什么 我爸爸也经常说我 我爸爸还没信诸的时候 跟医生说 我这个儿子就没什么前途了 不过做些事挺有意思的 我们现在说世上的前途 我们没有 我们不在乎那些前途 没有的 但是我们盼望可以做完神给我们做的事 你纪念这些宣教事是一件善事 是一件好事 所以盼望你再问自己我肯不肯施语 我希望你肯施语 第二就是说 不为人见为神见 不求人赞求神想 行善应该被人见到呢 应该被人见到呢 很矛盾的 5章16节 耶稣说什么 光要照在人前 以致人见到这个好行为 接着怎么 将荣要归给神 对不对 这里又叫我不要被人见 到底被人见还是不被人见 行善的时候要戴口罩 不过 顶着自己 我来行善 不要问我叫什么名 是不是这样呢 又不需要这样 是不是 人家以为你打劫 其实你去施语 你去施语 你去那些地方 给旧衣服 不需要戴着面罩 带着面具 去捐 因为神说 不要被人看见 应该看见还是不看见呢 重要是什么呢 第六章那里有一个字很重要 就是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或者为了叫他们看见 有些人行善事 真是怕死人不知道 怕死人不知道 你为什么我做了这件事 你为什么我奉献了 你知道我奉献了多少 很怕这么大代价 没人知道 浪费了 行善是可以被人看见 但是不是为了被人看见 你听到的分别 行善是可以被人看见 但是不是为了被人看见 问题不是有没有人看见 问题是你想不想被人看见 重点就是在故意 为了被人看见 我自己做了好事 有时候我也想被人看见 这个很正常 但这个不是目的 这个不是目的 这个不是目的 我女儿刚刚出来 在大学 星期五出来 她进了U之后 儿子又进了U 进了最后一年 女儿第一年 两个小孩走了 家里才可以收拾房子 因为她起来是没得收拾的 你收拾多少 她帮你乱多少 收拾了一个多月 收拾得真的很辛苦 吸尘 洗地毡 拖地板 收拾好衣服 收拾好东西 我记得我女儿 星期五回来的时候 车了她回来 进到门口 进到门口之前 我说 女儿 我叫她女儿 女儿你先把眼睛 进去 然后我说 开眼了 第一句怎么说呢 这间屋是哪个的 她说不同了 地上没有东西 沙发上面没有东西 全部很干净 这间屋是哪个的 我说 你看到 你知道爹爹多辛苦吗 这个我就不求赏识 我求我女儿看到 他们以前搞到这间屋 是多么骯髒 居然这间我收拾完 他不认得那间屋是他 不过这间屋已经慢慢恢复以前 回来两天 明天送他走就可以再收拾 有时做完好事是想人见到 但是你要记住 我们行善不是为了叫人见到 可以给人见 不要为了给人见 你要听出这个分别 因为这里说 当你为了给人见 别人称赞你 你就得不到你的赏识 第二 不单止不要让人知道 他说连自己也不要注意 他说左手不知右手 右手不知左手 怎么可以做到这样 除非你精神分裂 不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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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说 不要注意一些 我们不应该注意的东西 你做了 你不要留意 不要专注 有两个圣经很好的 就是《针言书》18章12节 《针言书》18章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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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什么呢? 四句话而已 敗坤至先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必有嫌庇 人坝坤之先就会骄傲 欣赏自己 你看我做得多好 做得多好 25章27节 25章27节说什么呢? 他说 吃物过多是不好的 考究自己荣耀也是可厌的 考究自己荣耀 很专注 你看我做了这些好事 你看我做了这些善事 这些都是可厌的 有句说话很好的 香水闻一下好了 不要浸了下去 会浸死的 香水闻一闻就好了 闻得太久就变了熟 人称赞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要要求人称赞 不要要求人称赞 有时候真的有些人做了一些 很想人赞 很想人赞 不需要这样 所以 不是要人看见 又不是自己要注意 但是人看不见 人自己不注意 神一定看见 暗中的父 就是人看不到 在人看不到的地方 神都看到 神都看到 有一个教练 就是蓝球教练 他就跟球员说 他说你打球 你入了球之后 你记住 另转面 看看谁交了球给你 你要多谢他 球员就说 如果他没有看我 怎样 教练说他一定看着你 你放心 他一定看着你 神一定看着我们 你放心 他在看着你 他在看着你 遲些十一月 我有个陪灵会说 是粤语的 起不入华人浸信会 题目就是 人在造 天在寒 你站着做 你记住 神看着你 你放心 你不用怕神看不到 不用看不到 有些人说 可能神看得到 但是有时候 我做了些事 做了好事 我自己都不记得 你不记得 神会不会记得 你放心 神看得到 人看不到 又不记得 神都会记得 我有时都用信用卡 有时最怕就是 每个月的月单来的时候 或者上网看到月单 想不到 什么时候用了那笔钱 有没有试过 因为有些公司 不是有名字 是个数码 50019 差了我50万元 我都不知道什么公司 我打个信用卡 公司跟他说 我说 I couldn't remember 我记不懂 我什么时候用这个钱 他的反应就很好 他说 不是很好 是很对的 他说你放心 你不记得 我一定记得 我可以告诉你 我记得 我们会帮你查到 你放心 你不用担心 人看不到 你没有注意 甚至你不记得 神在暗中 人看不到的时候 人记不到的时候 人没有专注的时候 神都看到 神都看到 你要记住 下面都有提 就是说 如果你得了人的赏赐 你得不到神的赏赐 其实人称赞好不好 人称赞都好 有人说你做得很好 当然好 有谁喜欢 你说我坏 说我坏 说我坏 现在自弱吗 是不是 做得好 有人赏 当然是好事 但你要记住 有人赏 是一件好事 但有神的赏赐 是更好的事 我们不要贪图人的称赞 而失去神的赏赐 失去神的赏赐 做的事 我们去做 私语的事 我们去私语 如果你为了人体见 人赏了你 你得不到天赏赐 你得到的是好的 但不是最好的 这就很可惜 这就很可惜 我们有个选择 就是给还是不给 私语还是不私语 我们有个选择 要人体见还是不要人体见 我们有个选择 有个结果 就是到底你得到 还是得不到 今天就是人世间 我经常觉得 很多事很快就会过 有时我想过 有些伟人 做一些很厉害的事 然后又立个碑 又有纪念馆 我想说 人死了的时候 谁在乎 是不是 我这个里面 没有 那只找不到 有一篇里面 我有讲的 人一百年之后 你住什么屋 持什么车 穿什么衣服 有什么学位 银行有多少钱 已经没有人理的了 但是如果你看从 你做了神要你做的事 这个世界就会有所不同 真的 所以我们着重的 不是这一世里面有什么 而是我们想起永恒里面 神看到 纪念这些东西 而我们做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神是开心的 拿上次不是贪心 拿上次是讨神的欢心 所以我们需要上上去私语 在乎 不是有没有人体见 在乎是我应不应该做 能不能够做 能做的事 应该做的事就去做 在乎不是人的称赞 在乎是神的赏赐 所以我盼望今天 感恩节的时候 大家真的去思考一下 我常觉得 真是使徒行传讲 施比受近迷有福 真的 我发觉当我能够给的时候 是很开心的 不是肉赤的 当我看到那个人 得到他需要的东西 我能够帮到他 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好 我觉得神开心 我开心 得到的人也都开心 三方面都开心 当这个人有需要你不给的时候 神不会开心 我又不会开心 他都不会开心 三方面都不开心 再说感恩节 不是数损我们有多少恩典 而是数损我们能够分享多少的恩典 在今天 你睡之前 离开之前 一行一行 你说没有对象 找我 大把东西你可以帮 真的 很多人是有需要的 只要你愿意去看的时候 只要你愿意去做的时候 你很多名字会出现 你回去看看你手机 里面的名字 很多人其实是有需要的 他在等人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我们一起祈福 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真的有这种的心 我们说的不是做多做少 而是我们有没有心 去做这些的事 当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去行善 而且是行在神的面前 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而是要求神的称赞 不是要人的称赞 而是要神的赏词 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 感恩的期间 不单只是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 又愿意分享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所有的 而是更多人能够蒙福 好的行为做在人的面前 不是为要人体见 而是好的行为做在人前 是要人将荣耀归给我们的身 求主你帮助我们 做一个懂得施语的人 听我们祈祷 奉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